今天就开始了 那线上的统修大德 还有我们统修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接着上一次我们读到 那个什么 短视层次 短视层次 那我们今天这一张 这张我今天这张我们要学就是 是何谓不由他教 不由他教 我们再看不由他教 不由他教的几个条件 我们来读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要执心求法 无有惨狂 那个惨狂知道了 执心就是我们讲说 心无惨曲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在这样的传我们就是一心求法 一心追求佛法 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由他教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精进求法 求法当然是求佛法 这个时候的求法 我们讲说求法 这个时候求法不是像我们世间人所说的 比如说我去为了世间法来讲 比如说我学命理 哪一个流派命理学很好 就去追求 这个求法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那种求法 就是说求法就是经进佛法 那个法就是佛法 所以经进求法 远离泄满 所以对佛法就是要不断的那种 不断的精进 不要懈怠 第三个 一向取法不喜生命 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 一法深入 一向 那个就像什么 像证法 像证法 像佛法 你要怎么讲 要像你的菩提道 成就菩提 成就佛法 这个纵使 纵使你 叫你舍身 舍身丧命 都在所不喜 接下来就是为求一切众生烦恼 求法 不为名利 这个为求一切众生烦恼 就是为消除一切众生的那种烦恼 好烦恼 所以我们说 菩萨 菩萨的修行 以一切众生为首 以一切众生为首 就是说 你要发起变 就是要 我的所修所学 就是为了要灭除 一切众生的烦恼 就是不为求明文利 好 第五个 为饶恼致他一切众生求法 除了为自己 也为他人 为一切众生 好 接下来 这个也是有层次的 从第一个 从第一个就是你要执心 心要执 你心不要那种 不要惨取 心不惨取 这样来学佛 学法 才有得成就 所以你看到第六个 就是 未入智慧求法 不乐文字 这个知道了 就是说 你达到 像我们刚才讲 就是那个什么 入到智慧 你如果 你如果 有了达的无恶 了达的不恶的话 那个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 意思就是说你要对 对那个 佛法 你要去了透他 你要去了透他 不是在那个什么 在文字下面 文字向上面去 去审夺 要了证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了证 第七个就是为出生死求法 不贪是乐 这个出生死就是 那个什么 就是要求那个什么 出世间 学习出世间法 就是不贪求 不贪求那个世间法 接下来为度众生求法 发 菩提心 这个就是跟前面 跟前面那个 为媚出一切众生的烦恼求法 这个 类似的 好 接下来就是为怎么样 为断一切众生 以求法 就是 你作为一个菩萨 你作为一个菩萨 我们讲说 那个什么 菩萨的那个 是无畏 记得吗 你要那个什么 要解众生 解众生的那些 一切的疑惑 为满足佛法求法 不乐于胜 这个地方讲的佛法 当然就是 包括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法 就是佛法 那 也可以讲就是 也可以讲 就是为怎么样 为满足 满足什么 满足唯一一圣 满足唯一一圣的佛法 你就不会去 追求 比如说 其他 其他小圣 不用小圣 圣文圣 圆绝圣 你就不会去 这些东西 你都要舍弃 只有什么 只有唯一一圣 记住这几个 条件 记住这几个条件 那就是 不以无他教 所以这个要 这个十项 等于 等于 那个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放在 圣文圣的休息 其实这个不以无他教 什么时候才 来 你在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境界下 才开始产生不以无他教的一个概念 你从 从这个 十点的 境界里面 我们讲境界 现在就是 每一项都是境界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境 在什么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才开始有 不以无他教 这样的一个 心境上的产生 所以我们现在是知道说 这个是不以无他教 但是一个 我们 在修行在境界里面 不断的在境界 不断的在境界 境界一直在升华 升华到 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才开始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不以无他教的一个 境界出来 这个就是在你 圆绝圣的时候 我们修到圆绝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很自然的 很自然你那个心境 不以无他教的心境就出来 这个不以无他教 不是说我便你教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说那个 我们讲说 圆绝圣是独绝 圆绝圣是独绝 他为什么称他是独绝 这个独绝不是 比如说我孤独的去比如说 彦主山林 然后我去 去觉悟 一切的 真理 那个就是独结 就是圆绝圣 这个时候就是你在圆绝圣的时候 很自然的那个心境就出来了 这个心境 不以无他教的心境 就是我们刚才讲 我们刚才读过的 这几个 这个十个里面 那个是一种境界 所以 这个不以无他教是在圆绝圣的这个境界的时候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 境界 所以 要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称他是不以无他教 从我们自己的那种 心境上所 产生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一种境界 这不是说 不必经由老师来 或是善知识来教我们的 不是 这是一种 一个修行者 你到圆绝圣的境界的时候 很自然的就会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称他叫做不以无他教 不要误解说 我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开始 都不用善知识了 我自己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 这一章就把它放在 升文圣的修习 这个目的 目的就是 就是说 因为你修正了 升文圣之后 在往 接下 你如果 如果 怎么讲 你如果 一直有 往上 往上修大圣道的那个心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 转入到 转入到圆绝圣的一个境界 这个时候修完了 那个升文圣 在圆绝圣这边 他慢慢慢慢的 你在修圆绝法 的时候慢慢慢慢的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心境 不以无他教的一个心境 所以 就把它放在 升文圣的这一篇里面 其实 这一章的一个念容 应该把它放在圆绝圣里面 但是我们就是 要让大家了解到说 这样的一个心境是 在圆绝圣的境界里面产生出来的 所以 把它放在 升文圣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篇 下一篇就是 四种纪论 第18章 四种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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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自大智度论 大智度论 来自大智度论 这个 也就是说 那种 那种应答 四种应答 这四种应答的内容里面 第一个就是一项纪 一项纪 就是比如说 有人问 一切众生 皆当死吗 那肯定 一切众生本来说应该要死 那肯定 应该肯定的回答 回答什么 回答一切众生 皆当死 这是一项纪 第二个 分别纪 什么分别纪 就是说 比如说 有人问 问说 一切 死者 皆当生佛 一切的 已经死掉的人 他 他会在生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分别作答 这时候 一切已经死了 他 他会在生吗 会不会 这个 会啊 你要分别 他说 这个人讲说分别作答 分别作答什么意思 他这个时候说 好你要从两个方面 你从 从 那个什么 活法的方面 会啊 会在生 他会 往生 某一个 某一道 往生某一去 就是 比如说 你往生到那个什么 往生到人道 或者往生到那个畜生道 恶鬼道 这个是会啊 会生啊 往生到某一道里面去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从线上面来看 这个生命死了就死了 对不对 他怎么会再生 这个是分别纪 这种所谓应该分别作答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 第一个是从佛法来讲 另外一个就是从 那个 现象面 来 来 看你是 你的问是 从哪一个角度来问 那我们就从哪一个角度来回答你 这是分别纪 第三个 就是反节纪 这反节纪 反节纪就是 比如 有人问 问说 人 为胜为略 就是人 就是 是义还是略 这个时候应该 反问他 比如说 人 人到底是 是义还是略 你看要相对于什么 我说 这反节纪 这个只是一个举例 举例说 他问你说 是 是为胜为略 其他的问题 一样可以问的 不是 这个 人问说 问说人是 义还是略 这只是一个 举一个例子来问而已 有无边无量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类似这样的问题 应当就要 要怎么样 应该要反问之 所以 这个 这个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种 智慧型 第四个 舍字记 舍字记 怎么说呢 比如有人问说 无孕 与有情 人生 是义或义 此类问题不予作答 这个我们 我们同修里面 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 真的 我这边 经常有人在跟我讨论 讨论 你说 无孕跟有情人生 是义还是义 这个 就是我们对义跟义 义跟义的一个概念 对义跟义的概念 因为你无孕 涉瘦想行事 对不对 涉瘦想行事 是不是有情 对啊 是有情 这个无孕 他这边 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无孕 无孕也是有情 你有情 有再来讲一个有情人生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 一样 还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 这个是无忌 这就是无忌 碰到这种无忌的问题 你根本就不要理他 这个就是 四种纪论 一项纪 分别纪 反结纪 跟舍资纪 我们了解到说 了解到这四种纪论的 他的定义之后 了解到他定义 然后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或是在 我们现象面里面 不管是我们自己看到的 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自己 身上的 你就可以 分别 到底你的问题是 应该用一项纪来回答 或是分别纪来回答 或是反结纪回答 或是守自己 你就有这个智慧 来 作答 所以 我们不只要 了解说 这四种纪 论的定义之外 配合我们的精进 我们就可以 具有四种纪论的智慧 那圣文圣的这一章 圣文圣这一章 就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 来看 圆绝圣 看圆绝圣的休息 好 感谢观看